昨天廣東足球明星俱樂部的一眾名宿 開啟將他們用一次足球慈善之旅 他們去到梅州中學對孩子們是捐知助學 而今次的慈善行也是邀請來自英超西布朗俱樂部的兩位稱分教練一同前往 講起梅州大家自然會想到這裡蓬勃開展的群眾性足球運動 足球之鄉的美語可謂享譽全國 其中梅州中學也曾經引育出前國家隊主帥曾雪倫 以及前國志號球星黃慧良等等的竹壇名章 如今作為梅州中學引以為傲的學子 黃慧良是帶著一眾的廣東竹壇名宿回到他的母校 就和以前一樣為梅州足球作出自己的貢獻 他們不單止為這裡的小朋友捐獻物資 還親身投入到球場 和他們進行一場別開生棉的表演賽 其實梅州足球的傳統非常悠久 看到這些小隊員各方面的技術都非常優秀 我覺得非常高興 我也希望他們多鍛鍊自己 把自己的基本功做好 而來自英超球隊西部朗的兩位稱分教練 也是活動中的另一大兩點 黃指導直見中國足球的進步 少不了中外之間的交流和學習 把引進外國教練當作一個橋樑 學習外國的好的經驗 把它慢慢消化 根據自己的國情把它結合 南語足球身火相傳 相信在廣東竹壇名宿門的帶領之下 南語足球之火必定會繼續熊熊燃燒 謝謝 Gary 谢谢大家